伟创自通旗下的伟营科技 7日上午在台北市府举办签约的仪式 签下位于内湖区台美段的土地地上权 将总部办公室设立于此 期望打造内湖AI科技的狼带 台北市长蒋万安 伟营董事长红利宁 和伟创执行长林建勋都到场参加 伟创自通旗下主攻资料中心 人工智慧运算的伟营科技 其实上午在台北市政府 举办了内湖区台美段的 石油土地地上权签约仪式 将在该区域建立公司的总部大楼 该地段距离内湖科技园区 和台北市数位内容创新中心 及伟创总部距离都不远 预计将带来3500个工作机会 和高达8000亿的产值 台北市长蒋万安 伟营董事长红利宁 和伟创执行长林建勋 都亲自到场签署地上权契约 我们看重的是整体 未来带动经济的发展 地方城市的繁荣 以及所带进来的就位机会 那当然 去年我也非常荣幸能够参与 伟创集团 也是在内湖大内科园区 当时的数位内容中心 的BOT案的开工动土典礼 当时就跟林总经理见面 当时就非常的期待 那今天更高兴的是看到 在大内科园区另外两块 非常重要的基地 能够得到维尹的青睐 愿意投资 我相信未来 在这边 这两块基地的发展 无可限量 近期AI技术成为兵家必争之地 维尹科技也在台北国际电脑展上 展出最新的AI运算设备 红利宁表示 期望透过总部大楼的设立 让高效的AI硬体 来加速台湾在数位内容的创新上 这一次在内湖的投资 是我们第一次把钱投在总部大楼 我们当然也会吸手伪创 大家一起在 现在最红的字一定要讲 讲三次 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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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AI上面呢 我们会发展更 更强大的算力 还有更好的冷却跟散热 因为我想省电 也是大家共同的命题 一起联合集团的力量 来帮台北市打造一个 这个AI城市的发展 伪创执行长林建勋受访时 也强调台湾具备人工智慧 和运算方面的一流人才 而人才正是比厂房更重要的资本 也含话希望更多学校和年轻人 能投入这个领域 搭上蓬勃发展的AI趋势 记者王浩田台北采访报导